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卡区频道 这期影片主要是介绍三周年活动的内容 这次三周年活动覆盖的范围是游戏里面的四大区域 一个会介绍的是三周年活动的标记粉布图 影片上所呈现的这四张图会是四大区域的活动标记的粉布图 这期的活动NPC除了负责活动商店以外 还会额外负责一个使用SG回收印章来换取商品的交换商店 顺带一提,这个交换商店上的部分商品是可以透过玩家商店来获取 接下来是一些在三周年活动获得活动点数的方法 首先是通关特定的活动任务 比如说影片上所呈现的这些任务 第二种方法是透过活动期间限定副本或者是紧急任务 这两个任务都可以获得的比较特殊的奖励有 新的11星武器 以及9星的三周年活动的专属武器 庆祝PSO2ES十周年的活动造型池的完整刮票以及碎片 我们可以在回收商店使用这十个碎片来换取一个完整的活动造型池的刮票 追加一级预设技能的道具 从4月29号至5月15号期间 活动期间限定的紧急任务会追加影片上所呈现的这个奖励 影片上所呈现的这个刮票除了透过紧急任务获得以外 我们也可以透过完成影片上所呈现的这三个任务来获得这个刮票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特殊刮票在影片上所呈现的这个宝物池抽取一些宝物 接下来是我非常推荐获得活动点数的方法 也就是透过沙漠祭坛的Rank4的链击点来刷活动点数 我会推荐大家在这个链击点刷点数的原因是 在这个链击点它的怪的生成会比较集中 以及它的地形也比较平坦 从而大幅度的提升刷活动点数的效率 顺带一提会推荐大家去链几点刷这个活动点数的原因是 在你刷PSC的同时也可以完成一些活动任务 比如说影片上所呈现的这些任务 同时也可以赚取一些Mestad 接下来是提高获得活动点数的方法 方法一是使用活动商店里面的第一次三周年活动的专属武器 会推荐大家去使用这个活动武器的原因是 第一系列武器在攻击活动怪时会额外获得威力 第二个方法是使用可以增加获得活动点数的道具 接下来是活动副本和刷PSC的差异 活动副本可以获得活动造型时的刮票 而刷PSC不能 刷PSC获得活动点数的效率会比活动副本来的高 如果有想要进一步了解PSC机制的观众 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影片去观看 可以进一步提升刷活动点数的效率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所有内容 如果有任何补充或者想法的话 欢迎到留言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